这次ChatGPT之所以出圈 更重要的是它有这个人格化的部分 就是它可以很有情商的回答那些问题 更像一个人 如果它真的能够往这个方向去演化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反而对我们来说 这是AI的一个重大突破 人工智能的电机人之一 马文 明斯基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它重要的问题不是计算机 是否能拥有情感 而是不拥有情感的计算机 是否能拥有智能 它把情感作为智能的一个先决条件 其实就人有了不一定是好事 但是机器有了正说明它在进化 它在进化 它可能要迈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milestone 迈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成为下一代